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始练习韩国组合的舞蹈 后来给他们组了个小组合 叫mini girls组合 当初只是想让他们跳着玩 但是组合以后 孩子们跳得特别好 特别受大家欢迎 日前继三扇组合网络走红之后 又一个女子团体组合出现在大家的视线之中 该女团名为Love Wings 来自东方威尼斯 辽宁省辽阳市 由四人组成 称是2014年舰队 他们说自己确实不漂亮 但是很努力 希望用自己的汗水和努力 为自己梦想开花 他们志在成为东北第一女子天团 宣传照一曝光 立即罢评了微博和各大娱乐头条 还有网友称 三扇组合的对手出现了 验尸方面 请看图感受一下 各位亲爱的道友 关到手游 今日正式开启安卓首次内测了 本次测试开放了许多考验玩家组队 和打法策略的经典玩法 但是呢 都需要在游戏的后期 才能够进行体验 现在想到我就来爆爆料 让各位道友先读为快 首先是刷到的浮魔玩法 浮魔每天不限次数 每次通关都将获得 大量的倒横与潜能奖励 谁的综合实力更强 打法策略更好 就能在相同的时间内 完成更多轮的浮魔 获取更多次的奖励 比如在队伍中 配备一个火系职业 在出手顺序控制好的情况下 使用障碍技能将怪物昏睡 阻止怪物出手 便能缩短战斗时间 提高刷到的效率 除了五行相克的策略战斗 各位道友还可以在副本中 体验精彩的剧情 命财成和聂小倩动人的爱情故事 家喻户晓 本次测试开放的高级副本 蓝热四 便是根据大家耳熟能详的 倩女幽魂改编 让大家能够出手帮助 文弱书生命财成 消灭邪恶又强大的黑山老妖 就会美丽善良的聂小倩 成就一段美好的姻缘 同时 深受广大道友喜爱的 杀星活动也将在游戏中 完美复刻 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在挑战三十六天刚星 和七十二地煞星的过程中 就是要来比一比 谁的运气更好 能够被下班的星官选中 独占与星官战斗的机会 如果你运气够好 并且能够战胜新官 就可以获得丰厚的奖励 万里标情也是一大特色玩法 各位道友将扮演 运送标银赈灾的大侠 护送压抑银养的马车 一路上商店来打结银养的妖魔鬼怪 将银养安全送至月老处 帮助灾民重建家园 完成任务不仅能够体验 行家仗义的满足感 更能得到丰厚的游戏必报酬 当然了 极品装备也是各位道友 关注的重点 后期开放的超强套装 除了能够让你拥有 与众不同的外观颜色之外 装备属性结合五行与角色加点 更加能够将自己的攻击 和防御能力发挥到极致 让你实力大增 可谓是装备中的偶像实力牌 好了 本期精彩早知道到此结束 想要了解更多精彩玩法 就请各位道友 到游戏中去亲自发掘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演唱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没睡一晨 我确信 会有人空隙 快 冲破心中的风影 点亮你 那一双猛热的痛苦 决心后的灵魂 蜕变后的表情 却世界越动容 命运又曾经掌控 所非不得使命 拯救不贴下重生 别一般的意志 再多失言不笑容 若真实不思练 毕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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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生 你选拯救不贴下重生 还是选择做英雄 哪怕几分钟 我 我不懂 我不懂 只懂 热血不为证明 只问你吧 诺不破心 将沉默着 勇敢发出声 快 冲破心中的风影 点亮你 那一双猛热的痛苦 却心后的灵魂 蜕变后的表情 全世界越动容 命运又曾经掌控 所非不得使命 拯救不贴下重生 别一般的意志 再多失言不笑容 若真实不思练 毕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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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生 你选拯救不贴下重生 还是选择做英雄 真以为生命有限 才要无独一切感谢天明 获出无限的可能 重生后的星辰 永远也不该出众 这世间的风影 需要靠双手离开 要知道 想以后 把所有坎坷扫屏 我知道我的宿命 是不能说的英雄 所非不得使命 拯救不贴下重生 别一般的意志 再多失言不笑容 若真实不思练 毕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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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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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她是不是非常的期待呢 这一次我觉得首先是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玩的团队 因为首先我们的摄像师呢 她是一个很喜欢挑战刺激的人 然后因为她会养很多熊啊 天哪今天工作也是一个太大的惊险的挑战了吧 最开始知道是笑话这个主题的拍摄 我想说还蛮开心的笑话主题 有点男女大学生纯纯的初恋的懵懂的感觉 有那种回到了大学回到了青涩年赛的感觉 所以真的还蛮开心的 初恋是在高三时期 因为那个时候是高考很重要 所以不敢让家里人知道 也是偷偷恋爱 那个时候恋爱真的是非常的青涩 然后我还蛮怀念在校园里谈恋爱的感觉 我觉得如果领域早点出 我就可以偷偷在网上谈恋爱了 不用在现实里被人家关记了 其实我觉得最神奇的地方就是 很多在现实中就是做不到的事情 比如说你去山谷上看月亮啊 或者收到非常多 比如说999的美国 就是现实中非常难以实现的事情 但是在领域里 你可以通过网络啊 一些虚拟的东西实现 我觉得当你真正的 用这个游戏一定会非常的陶醉其中 所以我真的 我觉得要看人了 如果我真的有心动的感觉 说不定会接受呢 在学校里最大的感受就是体验到了青春 我现在有句话都写在我的朋友圈头微博上 就是我所追求的是爱与自由 因为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 我不喜欢被束缚的感觉 我希望自由可以肆无忌惮地享受我的生命的美刻和欢乐 那在大学校园里面呢 我觉得就是因为你没有生活的压力 你可以无拘无忌 你真的就是在体验自己的青春 希望还在校园的里面 一定要好好珍惜这段学道 也希望领域可以陪你们继续地 体验校园恋爱的温情哦 青春在我心中就是爱与自由 领域还给我带了一个很大不同的是 因为我以前在上大学的时候都是在忙工作嘛 团体就是比较窄 很少有跟同学大范围的接触 但是呢 你知道在游戏里面有个东西很厉害 就是工会 因为工会呢 就是有很多志同道合的人团结在一起 共同完成一个使命 所以我觉得这种有兄弟 有朋友的感觉 大家团聚在一起 真的可以弥补我大学时候的遗憾哦 希望现在看到VCR的你 包括玩家的你 一定要在淋浴中找到那种 纯真自由和美好的感觉哦 校园风悬贯回合之网游 淋浴9月26日放学 但里面别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赞 订阅 转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